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叶子英语微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干练英语第一次 Lesson 4 Is this your? 这是你的什么吗? 今天我们学习单词解析 好,第一个单词 名词,一套衣服 字母S发,字母T发 原因字母组合 UI发长原因 有两个小点的都是长原音 发这个音的时候 嘴巴尽量向前 然后将嘴巴绝得很小很圆 发类似乌的音 前面我们学过衣服的单词 有Dress,Skirt和Shirt 他们指的都是单件的衣服 而今天这个Suit 它指的是一套衣服 尤其是指这种比较正式的套装 像类似这种西装套装 好,第二个单词 也是一个名词 学校 它是学校的统称 字母C发 这个Ch呢 它的发音呢 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说 这个Ch呢 它是一个组合 就发K的音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 字母C发K 字母H不发音 同学们觉得哪一种解释 更能接受呢 好 它们对应就是这个K的音 字母 原音字母组合 OO呢 在这里发长原音 OO 好 它呢 其实还可以发短原音 E 例如我们前面学过了这个 Book B E B Book Book 书 这个辅音字母L呢 它有两种发音 如果它后面有原音字母 有原音字母的话呢 我们就要发L的音 那如果它后面没有原音字母 它处在单词末尾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发这个 把它 把舌尖放在上排牙齿后面 然后喉咙里轻轻地发出这个 O的音 来一遍 O O O 好 这个就 O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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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里 这里是K 对不对 但是老师读成了G School 今天呢 我们等一下就重点来讲一下 这个变音的轻音着化现象 那学校呢 我们知道有小学 有中学 有高中 还有大学 对不对 那小学怎么说呢 叫Primary School 这个小学呢 这个小不是指学校的面积大小 指的是 这个小学呢 处于教育阶段的初级阶段 这个Primary呢 就是初级的意思 叫Prim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那中学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叫Middle School 另外一种说法叫Secondary School Middle 这个L呢 它也发这个O 音 Middle 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都是中学的意思 那接下来就是高中 高中呢 比较高级一点 对不对 什么叫做高级中学 就叫这个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那接下来高中过完 就是大学 对吧 综合性的大学 叫Universit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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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读的是美式发音 这个T读成的 D University OK 好 我们现在来重点讲解一下 这个轻音左话的现象 那什么是轻音左话呢 轻音指的是轻辅音 这类发音呢 指出气 不出声 喉咙声带 不震动 着呢 指的是着辅音 发音的时候呢 要出声 而且声带 必须震动 轻辅音和着辅音 它们是对应的 在国际音标当中呢 一共有十对 这样轻着对应的辅音 今天我们先来认识 其中的四对 分别是 前面的都是轻辅音 后面呢 都是它们对应的着辅音 当这些轻辅音 跟在这个轻辅音音素 的后面的时候呢 它们就很有可能要变声 变成它们对应的着辅音 但是要变声的话 是需要有条件的 一共有三个条件 而且它们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s的后面 一定要有 或者从单词上面 你可以看到字母s的后面有 p t k c q u 和 tr 这个q u呢 它发 k 我的音 有一个k的音 对吧 好 第二个条件就是 这个音速 后面一定要有原因因素 好 最后一个条件就是 它们是处于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 中读音节的概念呢 老师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了 如果不懂的同学 请去翻看前面的课程 我们通过几个实例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呢 就是我们在第一课学到的单词 excuse 对不对 好 两个原因因素中间有三个辅音 我们按照三一二的原则 把它们分为两个音节 一个辅音给前面 两个辅音给后面 然后呢 这个是中读音节符号 这个音节呢 是中读的 对不对 好 第一个条件 这个s的后面 是不是有一个k的音呢 在这里对不对 好 符合第一个条件 第二小点 这个sk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原因因素啊 有一个u的原因因素 对吧 符合第二点 好 最后一点就是sk 它们是处在同一个中读音节中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中读音节 那呢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k就要左化成它对应的g 所以这个单读读作 所以这个单读读作 excuse 好 第二个单读skirt 对不对 来看一下第一个条件 s后面有k 第二个条件 sk后面有原因因素 er 第三个条件 sk处于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 因为它只有一个原因因素 它就是一个单音节词 单音节词呢 全部都是中读的 所以它符合一二三个条件 那它就要变身读作skirt skirt 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没学过了 对吧 我们先从这个音标来分析一下 s后面有t这个音 对不对 好 符合第一个条件 好 这个st 后面是不是有原因因素啊 有这个o的原因因素 st 是不是处于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啊 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单音节词 所以呢 它也符合这个三个条件 它就读作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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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呢 就要变身成t 这个t 要变 变身成 这个t 要变音成 d stop stop ok 好 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也没学过 我们不用看它 你看 首先这个s的后面 是不是有这个ch的音呢 对不对 这个s 后面是不是有原因因素 e 是吧 好 s 是不是处于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啊 它是单音节词嘛 当然中读 所以这个ch 它也要变音成j 这个单词读作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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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的意思 接到的意思 next one 这个单词 qu出现了 qu里面有一个发音k的音 这个s的后面是不是有k这个音 对不对 好 sk 这个sk 后面是不是有这个air 是不是有这个air 因为qu它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首先把这个我音忽略掉 直接看这里 这个air它就是一个双元音 好符合第二个条件 好最后一个sk是不是处在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呢 是的 所以这里呢 它要把这个k读成g 这个单词读作square square square 广场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这个 这个单词我们不管它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后面是不是有p这个音 对不对 好 第二点 sp 是不是 后面有一个原因因素 e呀 符合第二点 好 第三点 sp 是不是处在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啊 对的 所以这个p 要读成b 它这个就读成speak speak speak 是讲 演讲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这个是一个双逆单词 首先我们来划分音节 凡是看到这种中读音节单词 中读音节符号的 它肯定是 它至少是双应节单词 要么就是多应节单词 好 两个原因中间 有1 2 两个符音音素 好 双分手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所以它就分成了 dis和gussian discussion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s后面是不是有k的音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条件 sk后面是不是有原音素 这个o 是不是 好符合第二个条件 最后一个条件 sk后面 它是不是处在这一个中读音节这里啊 这个 这它的后面就是中读音节嘛 所以它们处在同一个中读音节当中 所以这个k它也要变音 要变成g 所以这个单词就读作 dis 前面是dis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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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讨论的意思 也是一个名词 好 看一下这个单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它啊 好 是不是有这个s的音 后面有一个k的音 对不对 好 符合第一点 好 第二点 这个sk 后面有原音素 诶 它有原音素吗 没有 不符合第二点 好 第三点 sk 属于同一个中读音的当中 它是单音节词 它符合这个条件 对不对 但是它不符合第二个条件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k 它就不变声了 它就做自己了 这个单词呢 就读作desk desk desk 对吧 它不 它一定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这些 满足了三个条件之后呢 这个音 单词当中的轻符音呢 才要变成成 它们对应的左符音 老师呢 将这种情况呢 解释成表里不一 你明明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你却发现了另外一种反应 你怎么这么表里不一 这么虚伪啊 这种轻音左化的现象呢 一般它 它们都是会出现在单词的 开头或者是中间 出现在末尾的话 基本都是不变音的 在平时的学习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积累 OK 好 下一个单词 名词 老师 它呢 是一个 你看 出现了中读音节符号 它肯定至少是一个双音节词 两个原音因素中间有一个符音 这个 这个是 它是一个符音 它是一个整体哦 它不是两个符音哦 它只能当成一个哦 所以它要当归后给后面这个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音节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这个原音字幕组合 EA呢 它发长原音 E 这两个小点呢 就是长原音 发这个音的时候 嘴角要尽量撇开 向两边撇开 然后发出一个类似 E的声音 E E E OK 好 这个符音字幕组合 CH 它发这个 CH的音 这是一个整体 你不要看它有两个 它是一个整体 嘴唇用力的撅起来 然后发一个类似武汉话 吃饭 武汉话 武汉人说这个吃饭 它叫做 它说 CH 所以发一个这样类似的音 嘴唇撅起来 发CH CH CH 其实老师呢 自己呢 更偏向于 这个发音呢 继承那个起来的起 同学们觉得 是不是更形象一点呢 CH 但是嘴唇一定要撅起来 CH CH字幕组合发 CH CH OK 好 R音节 这个ER呢 它是R音节 R音节后面再讲 它发短原音 E 音式发音 E E 但是在每次发音当中呢 我们常常读着 ER ER 我们把舌头卷起来 如果我们用每次发音读这个单词呢 就读着 Teacher Teacher 那音式发音读着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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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读一遍 E T E Tea Ch E Ch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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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我们在英文当中 要怎么称呼老师呢 例如我们中文说 李老师 王老师 张老师 陈老师 对不对 把老师的姓放在前面 老师放在后面 一种尊称 对吧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翻译成 李Teacher 或者是Teacher Lee呢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嘛 因为这是我们的中文思维 在英文当中呢 我们是分男语的 对老师 那如果是李老师是男的呢 我们要叫他叫Mr. Lee Mr. Lee Mr. Lee 那李老师如果是女士呢 不管他结没结婚 我们要尊称他为 Miss Lee Miss Lee Miss Lee 但是啊 你知道国外的人呢 他都比较随意点 对不对 那他们呢 也可以直接叫老师的名字 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外交的名字叫Nick 那我们平时呢 也直接喊他叫Nick 不要叫他什么Mr.什么姓 当然了老师不得他姓什么 我们平时都叫他叫Nick 但是我们在中国 千万不能叫老师叫他的名字啊 否则你知道的 OK Next one 这个名字 儿子 字母S发 字母N发 鼻腹音 好 字母O发 哦 这个音标呢 他呢还可以写成另外一个单词 SUM 它是太阳的意思 它呢是一个中毒病音节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中毒病音节 好吧 好 单音节词对吧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音节 它只有一个原因因素 那一个原因因素呢 它就是一个单音节词 单音节词呢都中毒 是不是 好 它符和辅音字母加原音字母加辅音字母的结构 简称辅原辅 或者是叫做原辅 对吧 总之呢 闭音节就是以辅音字母结尾的 对不对 好 在这样的中毒病音词当中呢 原音字母发对应的短原音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两个 是不是 今天我们学下原音字母 U 它在中毒病音节词当中的发音 它发短原音 这个音标呢 是不是很像一个道德的V字啊 是不是 字母V把它倒过来 就变成了 这个音标 U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你就要假装 好像有人拿一根针来扎你 然后你发出 U 的声音 因为它是短原音嘛 所以你要发着短速有力 U 千万不能发生 U 这样很夸张啊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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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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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 这个音标既可以写成 son 也可以写上 s um 好 同学们可能就有疑问了 对不对 老师 这个单词 它也是中毒病结词 你看 它是只有一个原因 对吧 一个原因发原因 它只有一个原因字母 发原因因素 对吧 它是单音阶词 中毒 然后它也是辅原辅的结构 那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它是一个中毒病解词 而是说它是一个中毒病解词呢 这是因为呢 这个SON呢 虽然符合我们对中毒病解词的规定 但是呢 凡事都有例外 它呢 是个特例 原音字母O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发成它本该发的O 而是发成这个O 那在中毒病解词当中呢 原音字母O呢 它其实本来应该发的是这个O 是吧 你看这个音节 这个圆 它呢就像一个大写的D一样 O 例如这个单词D-O-G 你看 它在这里面就是一个中毒病解词 它发作O D O D Dog Dog 就是狗的意思 那在每次发音里 它还有发成R Dog Dog 都是可以的 凡事都有例外 同学们不要太过纠结 因为英文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杂汇 很多国家的语言都 都对英语做出了贡献 所以呢 并不是所有的词呢 都是符合什么这种规则的 但是这种词呢 这种特例词是很少的 OK 好 最后一个单词 也是一个名词 女儿的意思 你看 出现了 这个中毒阴阶符号 它肯定是一个 至少是有两个阴阶 对吧 好 两个原因因素中间 有一个辅音因素 单归后 给后面的这个原因 它就分成了两个阴阶 这个 这个 哦 这个阴呢 它是由这个 A-U-G-H发出来的 它发长阴阴阴 哦 两个点的 后面有两个点的 都是常员音 在英文当中 应该有五个常员音 A-U-G-H就发这个 哦 的音 好 例如这两个单词当中 你看 你不要看它这么长 但是它 它是一个单译的词 因为这四个字母 加在一起 就发这一个音 哦 C发 K K 哦 Kot T发 T T O T T 这两个词都是 两个词都是 动词的过去式 同学们呢 后面再学习 好 这个二音节 前面学过了 它发 R 它发R 或者是R 卷舌音 对吧 美式发音 常是读成 卷舌音的 在美式音音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 卷舌音 通常来说 美式发音 和英式发音的发音呢 它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这个单词呢 它比较特别一点 它的发音呢 这两种发音呢 是区别很大的 因为本 因为这本书 新刚念的书呢 是英国人编写的 所以课文当中的 录音呢 全部都是 英式发音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词在 英式音语当中的 发音 D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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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对比一下 它在美式音语当中的 发音 D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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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听出区别了吧 是不是区别很大呢 好 那我们这里的简单的谈一下 美式发音和音式发音的几点不同 第一点就是前面说过的 美式发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卷舌音 而音式发音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卷舌音的 好 第二点呢 美式发音的时候呢 它比较靠前一点 发音的时候 比较靠前 发音呢 比较相对轻松一点 但是音式发音呢 它就比较靠后一点 发音的时候呢 整个口腔就更吃力 我们来对比一下 Dotter这个 这个女儿这个发音 美式发音叫 Dotter Dotter 但是音式发音叫 Dotter Dotter 这个O 发音就很靠后 O D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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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口腔很用力啊 但是音式发音呢 它就没有这么用力 另外一点呢 就是美式发音喜欢将 T 读成 D 例如这个单词 城市叫 City 美式发音读作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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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音式发音呢 它偏向于 致正腔圆 发音清晰 它读成 City City 前面的 那个女儿读音 也是一样 对不对 美式发音读作 D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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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otter Dotter Dotter 不用纠结到底是学美式发音 还是音式发音 老师的建议就是 你喜欢哪种口音 你就学哪种口音 但是我个人呢 是比较倾向 而且建议美式发音的 因为呢 它发音呢 很轻松也很自然 而且呢 美音呢 它也更国际化 英联邦国家 对吧 英国本地啊 然后什么澳大利亚啊 那些新西兰呢 这些国家 对吧 如果同学们将来 你们家里是要给你们出国留学 如果要去伊联邦国家的话呢 你就尽量学音式发音 如果是去其他地方的话 你就学美式发音就好了 不可能存在听不懂的 你想象一下 我们中国人 有那么多民族 有各种各样的方言 对吧 但是大家说普通话的时候 都听得懂 是不是 不管你带的是河南腔的口 普通话 还是带的是广东腔的普通话 大家交流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普通话就是一个 我们交际的一个准则 对吧 那你就想象一下 把英文当做 把英语当做 全世界国家的 各种国家的 一个官方语言 而这些国家呢 就相当于我们各个民族 他们交流起来 虽然说口 发音呢 口音呢 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呢 大家交流起来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看印度的英语 那么的 那个印度的英语 和日本的英语 我们都听得懂 对不对 印度电影里面经常会 标显那种 硬式的英语 但是我们都听得懂 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 没有必要纠结 喜欢哪种 学哪种 OK 但前提是一定要学好哦 一定要学好 要学什么 像什么 要多模仿 多听 多练 多模仿 好 最后我们一起 把单词来读一遍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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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衣服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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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Teacher Teacher 老师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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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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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好 我老师说一下 老师的发音呢 是偏向美式的 然后带点混合式的口音 还是那句话 同学们 不用纠结 什么口音 现在以学习为主 尽量去听 原生的录音 你看老师每次给你们 讲起课文的时候 给你们放的都是 原生正版的录音 要尽量去听 正版原生的录音 知道吧 因为每个国家的人 他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 自己母语的那个口 那个腔调 同学们不用纠结 OK 学好每一个课程 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子 老师的口龙 最近比较撒哑 发音比较有吃力一点 所以同学们呢 请理解一下 好 谢谢同学们 我们下期再见 Bye